吓死我了 这审美将级堪称跳楼啊 现在的港圈顶 除了吐舌头就是凋地板 真是又丑又微俗 还得靠周星驰来拯救 第一位蔡少芬 蔡少芬简直美得不可放 难怪当年 四大爷会拿一个庶女为侧附近 这要是隔二十岁的一胸 甄嬛恐怕早就被四大爷逐出攻击 第二位朱英 这才是金氏出炼脸吧 桃雪威龙里的一片 紫霞仙子的眨眼 当年戳中了多少人的小星霸 第三位莫文蔚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小时候被莫文蔚的丑吓到 不得不说女朋友做到这份场 绝对是真爱 难怪周星驰说 当年在拍时辰的时候 没有女明星愿意演激起 周星驰试探性地问了莫文蔚 他立马就答应 像你这么有意义的人 真是难找 当年一度以为莫文蔚就长这个样子 直到后来露出他的那一天大长腿 才发现星野简直是暴点天物 就离谱 你敢说这是微胖 在网上知道原来我是微胖 他随便走两步都能把我的红勾走 美人的腰夺命的刀 猪猪走起路来一步一扭摇曳生姿 仿佛自带BGM 简直是人间游物的最好代名词 剧中特别抢眼的 还有猪猪的各种花裙子 他原本很抗拒 想着一个律所的工作人员 干嘛要穿那么性感 并且花裙子一不注意就是老年风 可他不知道 这是导演给他量身定做的 花裙子 大波浪 红唇 还有他的走路姿势 是 刘靳导演亲定 谁说都没用 果然导演没看错人 猪猪轻轻松松扭个大胯 直接成了全剧最大亮点 而同样在戏里扭胯的妮妮 可就难多了 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 我扭胯的幅度是相当相当的大 同样是风情万种 妮妮这刻意的扭胯总是有点便宜 但毕竟拥有一天腰臀 还是能秒杀一众小花的 真是想不出 要是让他俩眼划飞 谁争宠能争得过他们 我的天 原来不是老男人变帅了 是帅哥们都变老了 第一位古天乐 看他的样子平平无奇 没什么特别 一个用肤色 打破观众审美赐元币的男 应该没人能抵倒得了 白骨时期的颜值吧 唯一能一决高下的 估计只有金城武 古天乐为了不被称作偶像他 强行晒飞 结果又变成了行走的河尔梦 只能说这辈子跟帅势分不开了 第二位张耀阳 大家好 我是张耀阳 作为香港电影中最嚣张的反派 跳车窗我只服乌鸦 你敢信 这个动不动就掀桌子的蛊惑仔 生活中其实是一个 种菜种花的内向宅男 第三位罗家梁 全香港穿西装最帅的男 虽然补妆比不上补天乐 但西装一穿 补天乐也得变小 第四位张卫健 一直以为张卫健是靠演技吃饭的 没想到他居然是靠 有头发石器的张卫健 可以称得上奶油小生吗